各位同學大家好,鄭老師 今天我們會講的就是元代的地方政制行蹤疏散 首先要來解一下為什麼要行這個制度呢? 有以下幾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政治需要 當時是忽必烈在滅了南宋之後 建了元朝的,即是元制中 統一了中國之後 其實以這個少數民族,即是蒙古人去入住中原 當時蒙古人是屬於少數,只是有1.5% 有1.5%是色母人 有14%是漢人 而有83%是男人 所以當時蒙古人是以一個少數 他統治了大多數的漢人 所以他必須要行一個中央集權制 鞏固中央和地方的政權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他一定要採取 當時漢人的制度和法章 因為當時蒙古人在南徵德佛之後 其實版圖擴大了 但他的文物制度其實都落後於當時的漢人 而元世宗不必裂 繼承了蒙古特派位之後 其實都繼續沿用當時漢人的典章制度 例如在中央方面 他完成當時的唐宋制度 設有中書省作為最高的行政機關 其間設了承上 而地方上承著的宋制 在地方上設有路、虎、舟、縣 在路之上更加行中書省制度 作為地方上最高的行政機關 另外他都會採用當時的金制 金和蒙古一樣都是一個少數民族 在今朝的時候設有上書省 而他更加在地方建立了臨時性的恆台上書省 而這個恆台上書省是作為處理地方的事務 蒙古滅了金之後 他就將這個制度沿用 由恆台上書省改為恆中書省 接下來我們會講的是恆省制度的特點 以及如何幫助當時的元朝 達到中央集權之勇 首先同學在這部分的時候 必須要了解整個架構圖 我先講一下他如何幫助中央集權 第一件事就是性質方面 其實整個恆省制度可以是一個流動的中央政府 當時元朝在地方上 其實是承襲宋朝的制度 在路之上更加設有恆中書省 作為地方上最高的行政機關 所以整個架構就會有恆省、路、虎州和元 元朝的大都即首都附近的地區 其實由中書省直核叫福呂 其他地區就由恆省去負責 全國設有11個恆省管轄著60%的國土 恆省本身是一個臨時機構 因事而設,事以執霸的 不久後來就成為一個上次的機構 而恆省其實是中央派著地方的分處 作為當時一個流動的中央政府 所以可以說是防止當時的地方做大 而恆省制度其實對於當時後製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建制 因為明稱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都是在走恆省制度 所以恆省制度成為了後世的元閘 作為了中國地方的政制 不過恆省制度也有問題 因為在路、周、元、三級制之外 再加一個恆省 其實變成了四級制 其實官員比較多 政令比較難達行 所以整個恆省制度可以說 架構比較繁複 令到行政效率比較緩慢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權力方面 恆省的長官權力非常大 不過是大而不尊 所以可以令到當時的中央集團 令到地方不會因為權力過大 而出現問題的 恆省的長官就叫做成相 是蒙古人做的 但是不上設的 而且這個長官必須由中央委派下來的 是隨時可以更換的 那行省的長官權力非常大 可以管理當時政治、軍事、財政、司法 例如鎮壓叛亂、團田、曹雲、私撲等等 另外設有副手、平張政治 或者是左右城或者參支政治 而在行省之下會有路、虎州和縣 長官就叫做達魯巴赤 都是蒙古人或者職務人做的 不過他們是不管實務的 只是負責監察漢人 而副官就叫做 路就叫做總管 府就叫做府衣 州就叫州衣 縣就叫縣衣 就是負責真正的政務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行省的長官 擁有很大的權力 不過同時其實行省的長官的內部官員 都會互相制衡 而遇到一些重要的事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群官去共議 而遇到一些重要的軍政的時候 必須要等到中央的批核 行省的長官其實某程度上都是按典章行事 例如他們必須要得到中央秀領的兵符符 才可以調動兵馬 可以看到他們雖然權力很大 但是不能專斷 在這部分有幾個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整個的長官制度 其實有民族統治的色彩 因為行省長官或者地方上最高的長官達魯巴赤 其實都是由蒙古人做的 副官就是由式木人 而漢人男人其實只可以做副手 可以看到其實蒙古人是壟斷了整個職場的官職 導致了當時蒙古人和漢人之間的互相差跡 排斥和淨風陰巡的問題 第二件事也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行省之下設有承上 平將正事 以及所有制度都必須要集體商議 行省之間其實承上又不上設 具體的職務其實是由副職去負責的 可以看到職和權其實是分割的 行省的長官做一些重要的事的時候 必須要向中央去請示 令到那件事情其實是拖延了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行省制度之下 某程度上都會令到行政效率很低 最後就是監控 監控就是地方上設一些監控機構 令到當時中央可以得以集權 控制地方 中央設有御史台 而地方就是行御史台 全國設有22度監察區 各地設有宿政連訪司 長官就是連訪司 負責監察地方 而且更加在江南、健康、陝西和京兆等 設有行御史台 和當時中央的御史台分為22度 就是負責苟察當時行省長官的施政得室 可以看到當時設立了一個很好的監控制度 去監察當時行省長官的 所以可以達到當時的中央集團 在那裡 在那裡 感谢观看